有些人表面上是歌神 实际上却是逃犯可行 据统计 通过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 警方分别在南昌 甘州 洛阳 石家庄等地抓获60多名逃犯 最离谱还是咸阳那次 张学友一场普通的演唱会 竟吸引了18名犯罪人员前来观看 最后全部落网 可即使出事率如此之高 来看张学友演唱会的逃犯 依然络绎不绝 甚至有逃犯被抓获表示 能看一次张学友的演唱会 冒这个风险是值得的 就连官方也十分认可歌神的专业能力 不仅让人怀疑 这逃犯来看张学友的演唱会 算不算是主动自首 这下终于知道为啥张学友不上春晚了 毕竟大过年呢 每个人都会犯错了 犯错了 不代表他不可以听我的歌 原来他们也喜欢听我的歌 这个是让我开心 那么张学友到底有什么魔力 让大批罪犯 前赴后继的自投罗网呢 1984年 首届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 开始筹办宣传 吸引了很多热爱唱歌的年轻人报名 23岁的张学友就是其中一员 凭借纯厚雌性的声音 和乌与伦比的歌唱天赋 没有任何比赛经验的张学友 通过一首大地恩情脱颖而出 一举拿下比赛冠军 可以说这场比赛 为张学友打开了演绎世界的大门 他不仅顺利签下保利金唱片 还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费玉清 我就是那个比赛出来的第一名 哦你就是那次比赛的冠军啊 对对对 我有印象我也有印象 我对你印象非常深刻 当年比赛时 张学友在后台向飞玉清讨教歌唱技巧 而飞玉清无意间的提点 竟成就了如今的歌神 你说唱歌啊 不是用嘴唱的 是用眼睛中间这里 哦这里唱 用这个鼻腔的共鸣 张学友回去后仔细研究了很久 果然感觉功力增强了好几倍 由此练成了自己独特的唱腔 1985年 在公司的帮助下 张学友推出人生中第一张专辑 Smile 已经推出就卖出了20万张的号称计 张学友也一举成名 横扫当年所有颁奖里的新人奖 又推出专辑 遥远的他阿摩 这次卖得更好 其同名朱大哥 还获得当年十大竞歌金曲奖 至今传唱度都很高 1987年张学友事业到达小高峰 不仅连发两张专辑 还在香港红馆举办了人生第一场演唱会 一连六场 常常爆满 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新人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已经非常不随 那时张学友被认定是香港乐坛的明日之星 他自己也这么觉得 然而顺意的人生还没过几年 很快张学友便迎来人生滑铁炉 很少有人知道 在张学友霍锋歌神的前三年 他还只是个一上场就被观众喝倒彩的劣迹一人 台下只有两个人不会去的 一个是他的母亲 另一个是他当时的女友 罗美威 那是张学友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却是他自己 出道时的瞬间爆红 让张学友迷失了自我 不仅练歌时不专注 演唱时也漫不经心 很快就遭到了粉丝质疑 在天上1987年正是谈章争霸最激烈的时候 两人几乎包揽了所有颁奖礼和排行榜 而张学友的唱片销量却一路走低 最差的一张专辑 昨夜梦魂中只卖出几千张 更别提拿什么奖的 大起大落的事业变化 让张学友备受打击 于是在苦闷烦躁之下 开始借酒消愁 我觉得与其说 喝酒是舒缓压力 我觉得就是 逃避 逃避 那每天都在逃避吗 每天都喝得很醉 我 那个时候 蛮逃避的 那是张学友夜夜喝得鸣钉大醉 第二天开工时烂醉如泥 工作越来越不在状态 形象自然也日渐衰败 多次传出了耍大牌和打人的负面新闻 在媒体的天游家错下 张学友出道时的小奶狗形象 一落千丈 从一颗冉冉升起了歌坛之星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垃圾 有一次在公园 在公园跑过就骂你 他为什么呢 就是你形象不好 你当时干什么了形象不好 吃喝酒啊 闹事啊 好在不管张学友名声有多差 脾气有多臭 女友罗美威始终不离不弃 然而三年过去 眼见张学友一蹶不振 罗美威还是忍无可忍 提出了分手 张学友瞬间被吓得酒醒 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失去眼前这个女人 于是毅然决然的宣布 从此戒酒 他不想因此输掉自己的人生 为了挽回路人员 张学友开始疯狂拍电影 从配角开始 无论什么角色 他都来这部剧 最多的一年 他拍了近十部电影 有时候常常一个星期只睡十几个小时 而也正是在这样连周转的生活里 张学友点亮了自己的另一大天赋 至今仍流传这么一句话 在香港最被低估的 就是梁超伟的歌声 以及张学友的演技 1988年 张学友通过在电影 《望角卡门》中的精彩表演 拿下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 他怎么也想不到 乌银哥这个角色 竟然在二十年后 让他变成表情抱歉的扛把子 80年代末 谭永林张国荣先后退出歌坛 张学友抓住机会 推出经典专辑 《只愿一生爱一人》 总销量超过80万张 成功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1993年 张学友更是推出了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张专辑 《吻别》 全球销量达到400万张 至今仍是《花语乐坛》 销量最高的一张专辑 凭借这张专辑 张学友坐稳了歌神的宝座 90年代 歌神的接班人 张合友 还有刘德华 黎明 郭富城 并称为四大天王 可即便是这样 也依旧有人 想方设法地质疑他 仅仅因为说了 《香港加油》四个字 张学友就被扣上了 不爱国的帽子 张学友 2022年 是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 张学友为家乡录制视频 加油打气 但因为他祝福香港时 没有提到祖国 中国等字眼 便被不少人扣上 不爱国 立场不对的帽子 逼得张学友亲自出来回应 强调 本人觉得 我是一个爱国家 爱香港的中国人 他解释称 之所以不在香港面前 加中国二字 是因为之前听大家说 武汉加油 上海加油 都没有在城市前面 特意加上中国二字 在他看来 香港加油这四个字 与武汉加油等 没有任何区别 最后张学友更是强调 听其言 观其行 本人是否爱国爱港 自由公论 在香港回归的那一年 张学友接受采访时 就激动的表示 以前填国籍的时候 我觉得很尴尬 明明是中国人 却要填英国香港 明年香港就回归了 我终于可以讲 我是中国人了 1997年 香港回归当天 张学友在 庆祝香港回归文艺会演唱 演唱歌曲 天地人 第二年的香港国庆晚会上 张学友又作为领唱 带领大家合唱国歌 1999年 张学友做了花月谈 第一部现代音乐剧 雪狼湖 为了这部音乐剧 他赴美学习了 三周戏剧理论 还去学跳舞 而他之所以如此 费力的做一个作品 只是因为外国人 都有自己的音乐剧 我们没有 所以想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更别说他 91年大洪水帮大陆集资 08年汶川捐款500万 武汉疫情捐款5000万的事情 这样的人 不比网上那些键盘侠 爱国吗 在香港娱乐圈 张学友的人品好 是公认的 2003年 在梅艳坊弥留之际 超过200位明星 前来与他做最后的诀别 而当他去世时 还有80万的医药费 没有结清 在场的众多明星 却都不愿理会 天王巨星 寂寂一堂 他们是出不起80万吗 当然不是 因为私人已逝 大家的心态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唯有张学友默默还完了这笔钱 守住天后最后的体面 2005年 陈松玲遭到朋友背叛 身无分文之时 多亏张学友雪中送炭 高片酬要请他出演雪狼虎 和刘儿童拍戏 导演希望拍到刘儿童 衣服垂下来的样子 关键时刻 张学友出来替他结尾 不要为难他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后来刘儿童在书中 对张学友这样评价 他是我的救星 也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格林音乐奖项 共计260余作 是当之无愧的歌神 当同期很多歌手 早已转战影坛 或是退休之时 只有张学友依然坚持唱歌 正如他自己所言 我只是个爱唱歌的疯子 索性花语乐坛出了张学友 不幸的是 谁能接棒成为下一代歌神呢